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扮演台湾重要产业角色 在大规模发令作业淡出历史舞台后 当年的林场转型为林业文化园区 想要了解林业过往的记忆与历史 可以到这些园区一探究竟 台湾的林业开采 其实对台湾很多不同的层面 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因为这样子非常长时间的开采 所以对于我们的生态 或者是林相 那甚至是地景 都造成了一些改变 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 林业的开采的设施 或者是机具 或者是因为早期的 过去的林业开采 所形成的聚落 那现在可能都变成是 我们有些城市里面 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这几年我们就希望说 除了能够把台湾的完整的林业历史 林业发展的历史建构起来之外 我们也积极地来盘点这些 其他的这些有形的文化资产 或者是更广泛的文化资源 阿里山、太平山、林田山、大雪山 即使当年林业盛行时期的重要官民营林场 在林产业的带动下 嘉义、罗东、林田山、东市等城镇 聚落的发展日益兴盛 随着禁阀天然林的政策推动 林业繁华落尽 林物单位展开保存、复旧、再利用的行动 活化过去林场遗留下的遗构与残疾 陆续建置罗东、东市、嘉义及林田山等 四处林业文化园区 重新建构林业与当代社会的连结 走向永续林业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岛屿 其实林地震这个岛屿上面绝大部分的面积 我认为就是考虑到这一个森林 它是作为台湾土地的这个主要的类别 然后林业又是森林的一个主要的利用方式 其实无论如何 就是台湾社会我一直觉得各个层面 其实都没有都不可能会跟林业 或者说跟森林去区分 所以应该是说要透过这一些园区 把它当成是看尽历史的一个租窗 然后透过这一些东西去看到台湾社会 台湾历史的种种不同的侧面 林业文化园区不仅代表只对过去的尊重 更是维系台湾人对于土地 与人文社会情感的重要媒介 其背后所汇萃的林业文化 亦随长明生活眼镜而变化多端 林业文化其实非常的复杂 它涉及到政治经济 商业还有人民的生活 以及以森林为主的一个森林美学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林业文化包含了非常多的项目 那这些中心我们觉得是说 看怎么样从新的林业文化政策里面来 我们要保护它 修复它 活化它 再生 然后让现在的人的生活 能够跟过去的事业可以接轨 为意证林业文化发展更多的活力 并提出林业永续发展的创建 林业保育署于民国112年10月11日 举办林业文化论坛 从保存美学到永续 邀请郭琼英所长 洪广记副教授 庄世兹副教授 詹伟雄制作人 麦绝明导演 谷廷为馆长等专家学者 从历史、社会人文与美学应用等多面向 解读台湾林业文化 有这些基础设施 可是是谁在使用、操作 或者是用这些设施来维生 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是最迷人的一件事情 我们先认识这些基础设施 然后再来去超过它 透过这些人 我觉得可以把一个年代的记忆 把它就是记录下来 我觉得有很多的期劳 还有过去的生活记忆的话 我觉得可以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拍摄下来 我觉得这相当重要 因为有这些故事 那些山里面的一些建筑 一些废弃的铁道也好 废弃的小学也好 它才有生命力 不同区域 会有一些不同区域的一个 不同的林业文化的一个展现 除了我们本身自民性的 这种文化资产保存之外 只要你够吸引力 那当然会展现出各种不同的一个 跟地方上共生共荣的一个需求 我们必须要义中求同 同中要存义 在全世界往自然的转型 转进里面很重要一点任务 就是所有荒野都变成一种新形态的观光 台湾这个地方你再也找不到荒野 所谓荒野就是 你没有任何人造物的地方 那算是人只能进来出去 人进来出去都不会对它带来感觉 在台湾唯一具有荒野潜能的地方 就是森林 你怎么样去发展出一种新的 台湾这个岛屿对森林的凝视 以更同理的视角 看待台湾林业百年历史 从留存的产业遗迹与其老记忆 追寻常名的林业文化 展现地方独特印记 同时在故事的世代交流中 发展出一种对森林的新凝视 新的文化观光发展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林业文化园区 跳脱现在的这种 单点的所谓的旅游景点 或者是一个林业文化的展示 而是跟过去包含它的这个 林业开采的这个历史 来能够相串联或者是强化 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这种 林业文化的走代的建制 那它就是变成这些 我们进入到台湾过去林业开采的历史 或者是展现这个林业文化的一个入口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也能够了解 过去台湾林业开采的这些历史 而且也可以去思索说 什么样的林业是最适合台湾的环境 可以配合我们现在林业集资产保育署 所推动的多元的林业 一些沐浴的展示跟沐浴的这个设施 会有一些零下经济的产品的展售 所以基本上希望说这些林业文化园区 经过软硬体的这个准备跟升级 那可以让台湾林业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可以再展现在我们国人的面前 台湾林业文化园区 在保存历史无形记忆与有形文化遗产之外 也能成为台湾当代林业与民众对话的窗口 并作为翻转静态产业遗址 与林业文化走代发展的起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